在特朗普宣布自己新冠治疗卓有成效之时 美国各地的新冠病毒病例却在激增 据CNN报道 美国一半以上的州都发现病例在增加 其中蒙大纳州、新墨西哥州、北卡罗兰纳州、田纳西州和佛蒙特州五个州都报告称 一州的时间里当地新冠病例至少增长了50% 报道称有31州病例较上周出现了增长 只有三个州病例数有所减少 另外有16州保持稳定 蒙大纳州是病例激增的州之一 在过去11天里报告了5000例新冠病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该州最初历经五个月才有5000例病例 数据显示3月13日该州记录第一起病例 到8月10日全州总病例才达到5017例 但在9月30到10月10日短短11天的时间里 该州就报告了5046例新增病例 早前包括福奇在内的公共卫生专家就曾警告 秋冬季流感季节的到来会导致病例激增 因为一直以来美国人都不够谨慎 面临更大的传播风险 当地时间10日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里登 在CNN节目中表示 到本月底美国将会再有2万例新冠死亡病例 他称这一预测是基于已经发生的感染数字 另外在弗里登看来 美国报告的新冠感染数字和死亡数字可能少了很多 他认为在美国感染新冠的人数可能已经接近4000万 而真实的死亡病例数已经远远超过25万人 部分问题在于死亡证明上列出的死亡原因 尤其是对于年龄较大的患者来说 他们更可能在感染新冠的同时出现其他健康问题 而这些健康问题通常被列为了死亡原因 这位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警告称 在任何时候美国人忽视醉小化或低估这种病毒都是在冒险 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危险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卫生剂量与评估研究所也公布了最新预测 到2021年2月 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可能翻一翻达到40万人 该模型还预测 美国单日新增的死亡人数将在明年1月中旬达到约2300人的峰值 不过美国疾控中心另一位前主任理查德·贝塞尔指出 预测并非一成不变 公众的举动可能会对此产生重大影响 不幸的是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散布关于新冠疫情的误导性信息 这些言论对公众默视疫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专家们对此十分不满 他们提出 任何政客和公共卫生官员都必须认真对待该病毒 以维护公众利益